好天空之城 刚才讲的这个韩国的这个连续剧 这个韩国这个妈妈们 为了让孩子进入金字塔学校 SKY三所学校所不择手段 结果最后呢 所演发出来的悲剧啊 那这部连续剧 这是东方人社会必然的状况 而这个台湾大概有很多类似的故事 刚才谢谢林楚音的介绍 请大家这个放假 尤其下个礼拜连续假期 就可以追天空之城了 好现在我们来追追同婚法 这个昨天出炉 大部分的理性人士都认为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当中 所做的最有智慧的决定 可是两边的人士里面 特别是反同婚者 好像还有不同的意见 因为今天在报上看到说 绿委很忧虑对他们的选举有冲击 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们现在非常谢谢民进党团的干事长 管卑林管委员在现场 管委员你早 科技早 听众朋友大家早 好非常谢谢 这个法案 它的名字很特别 那叫做司法院市字第748号解释实刑法 好 这个名称其实已经拆了一些地雷 这个引发了这个各界的赞美说 他对于同性婚姻同性伴侣等等的 这个名称的这种争论 这个降低了他的这个燃烧性 那我听了立法委员说 就是管委员管卑林委员第一时间 所做的聪明的决议 所以请管委员你把这个过程给我们讲一下 还有这个法案对你们的冲击 谢谢靠姐 我不敢略美 事实上我是被启发被触动 就是礼拜一的时候 我们开行政立法协调汇报 那是在讨论这个会期的最优先法案 那最优先法案在讨论的过程 一直到最后了 有委员当然会关心说 同婚的法案怎么样 那那个时候 齐迈副院长他特别叫大家说 我们会在视线跟公投之间 做一个最有智慧的决定 叫我们放心 我大约是在那个时候 因为我特别去看到这个 整个表单 总共有44个案 然后这44个案呢 每一个案其实都很清楚 很很很清楚的法案的名称 还有它的内容的大药等等的 偏偏就是有一个44案的时候 它不是那么明确的把它列进来 然后没有法案的名称 然后是用一种描述 那它的描述是因应公投 以及大法官视线等相关法案这样子 那我看到这个法案 其实我这一段期间满脑子 也都是这个事情 当我看到这个法案的时候 其实是被启发被触动很多 所以我就勇敢的就提出一个建议 我说我这个建议不一定好 说不定更不好 但是我提供给政院参考 我当时提的是 大法官748号 实现实行条例 实现案实行条例 文字有一点点不一样 但是就是用这个 这是我的建议 那后来用了这个名称 那我是认为说 我们的高层一定是已经有触及到这个议题 所以才会显示在那个最优先法案这样写 所以我也不敢略美 我想智慧是在我们的高层 可是这个法案的名称音出来以后 就很多人 尤其是很多的民进党的立委 就说太好了 因为这个拆掉了这个大家 那个对于 就至少反同婚者 尤其是公投法里面 对于同性婚姻 这几个字 他们基本上有一些这个 认为这是一个台湾社会的共识 对不对 那反应还蛮好 礼拜一本来就我一句话 我讲完的时候气氛很神秘 因为没有任何人接口 就这样子就过了 但是因为我们会后 我也要负责转述 所以我有把它转述出去 我认为说应该可以让社会 试试水温 那我想就是礼拜一 我就陆陆续续 因为在电子报有写出来以后 陆陆续续有感觉到 媒体的朋友 其实蛮觉得是一个可行的方向 所以那个礼拜一出来以后的 那个整个的氛围 是对这个名称的想象 都蛮正面的 我本来以为 这个对于挺同者来讲 没有出现同性婚姻法 这几个字 他们会有反弹 就没想到 其实好像挺同的人士 跟社团都非常感动 而且他们觉得 很多人都觉得自己 要掉眼泪 七家威说他要赶快去见证 5月24号就要去登记 那好像反同的人反应 比较激烈一点 为什么是这样 其实目前也是看到 徐永明委员 对这个名称有比较多的失望 对时代力量 对但是整个时代力量 好像还好 但是徐永远他是认为 对我们很失望了 就是临场所的看法不太一样 他只是内容 他也认为他不会在名称上面琢磨 那这个名称 我想他基本上就是一种 一种 当然大家觉得是一个智慧 那基本上其实他隐含的是 对双方的一个尊重 对我们对双方的一个尊重 所以目前可能我们的真正的讨论 或者是即使说如果有进一步的争议 应该会在内容 对好那内容的部分 目前几个从昨天公布之后 那在立法院里面的程序是怎样 那你们的党团说是希望能够进步二度吗 对不对 今天会送进来立法院 然后呢我们礼拜二就会放进去程序文会了 下礼拜二 那本来下礼拜五就可以进院会了 因为下礼拜五是放假 所以但是我们五二一次会嘛 所以我们礼拜二的程序文会 可以把它放在下下礼拜五 因为五二一次会 那礼拜五是放假 所以我们的议程就放在 所以礼拜二的程序文会 就可以指定把它放在下礼拜二的院会 那那个时候在院会的时候 我们民进党是主张说让他进步二度 现在民进党委员的反应还好 本来我看有报纸去访问这个段一康 大家认为你们民进党里面两个委员 最强悍的对于这个同性婚姻这件事情 比较这个立场坚定的叫段一康跟油美女 可是这两位委员好像反应还蛮温和的 这个目前的态度是怎样 这个过程我相信行政院在决定这种种的立法修法的这个过程 两位委员应该也都有参与 那这个过程之中的讨论种种的 然后再加上毕竟有公投的结果在那里 所以公投我相信它被尊重是在这个部分 所以你们内部不会有太多的不同的意见跟杂音 目前还没有出来 就是说如果有什么意见的话 目前我们是还没有出来 那党是把这件事情是用开放的态度 没有用党计要去约束我们 你们是开放投票 是所以也等于 目前是那天苏贞昌院长有宣誓说 这个议题不会去强迫 那也意思就是说会朝开放的方向去发展 那这个开放基本上应该是有顾虑到 就是说大家还是要了解 在七百万的公投票的这个部分 大家对这个法案的反应是什么 因为这个施行法 这个法案的名称 虽然避免了同性婚姻这几个字 可是问题是施行法后面是讲他跟适用民法的 两个关系是婚姻 是这是第二条的部分 第二条的部分 所以因为每一位委员他的选区不一样 比如说北部的委员 他的选区是在北部的时候 对于这样的内容 他感受到了压力就不会那么大 那很可能有部分的委员 说不定是信仰 他感受到了压力可能就会很大 那以我目前所接收到的一些教会的feedback 就是的回馈的话 大概重点可能还是会在第二条 即使说有争议 重点还是会在第二条 就是到底是不是 到底是不是婚姻两个字 那反同的人士 特别是教会的信仰者 对于同性属于婚姻 是强烈反对的 是目前为止还是这样 还是这样 那像这个有些委员是对权益 比方像跨国不能同婚 像时代力量的话 就在这个部分比较琢磨 对于小孩的领养 人工生殖等等 他们有比较放宽的建议 那现在的规定是说 你要有血亲关系才可以 对就是寄庆收养 寄庆收养 其他的部分我们都没有放进来 大概我们也不会增加 不会了 对 目前为止看起来通过 5月24号通过的 三读的可能性是高的 只是中间有一些 我是认为一定要 因为5月24 5月24如果没有三读的话 大法官会 整个从中央到地方 都违线 会非常的错乱 是不是 是 好 那我们继续回来就来看 那民进党的委员 所受到的压力的 就是第二条 那适用于民法的 婚姻嘛 对不对 那 你们现在很惨 你们在南部 韩国瑜说要 见面高雄的 所有的民进党委员 那现在又有这样的 这个教会 我讲的是绿色教会 特别是长老教会 他们反对这个同婚 这个同性婚姻 这四个字 入法的态度是很坚强的 那对于这些区域立委来讲 法案通过之后 就刚好面临了 今年的立法委员的选举 明年初的投票 那他们怎么办呢 这个民进党的政治盘算 跟这个社会的 这个对接 又怎么样来处理 那我们马上回来 身为干事长 这个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 管闭令委员在现场 他现在是民进党团的干事长 好这个同婚议题 行政院已经依法 依照大法官会解释 跟公投法 找到了他们认为的平衡点 所以出来的时候 其实社会反应 这个还算是平衡 可是对个别的区域立委来讲 现在最艰困的就是 他们要面对选民的 这个回应 那不只是民进党委员 其实国民党委员 也有这样的状况 我们想请教管闭令委员 在这个情况之下 在未来立法院 要二读三读的情形呢 会有什么样的变数 第一个我第一时间是呼吁 所有的政治人物 所有的政党 不要借这一题去做政治操作 那当然这不是说 完全不能讨论 跟不能改 那像时代力量 他们提出的反歧视条款 我就觉得很值得讨论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如果有任何不同的意见 对这个法的内容 有不同的修正的话 我们就是寻程序 然后提出来 然后我们在协商的平台来讨论 那你知道政治操作的方法 就是很多 它很可能就是会用 比较强烈的语言 去刺激对方 或去指控对方 这种激烈的语言相互指控的时候 其实就是顶童跟反童的人民 他们的内心会借由这样的操作被动员 那社会又开始在撕裂 那有时候你或许我开记者会 我办活动 如何 当我们这样在大肆去操作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议题就更又再度又去重复 我们在公投之前的双方的对类 可是你这种呼吁其实是很难的 因为区域立委选举 他们是针对这个 他们的诉求的选民 对不对 那这样子会变成为了政治选票 然后演变出一些刻意的 这种政治上的竞争或斗争 譬如最大的诱因 你去哪些地方 最大的诱因就是把反童的内心的不满 或者是他们还没有适应时候的这种民怨 把它激发出来 然后去收割这个反童的选票 然后来对付我们民进党 那这个当然是最大的诱因 像昨天 我们讲嘛 像昨天那个幸福盟公投行动 总召游信议就已经开了 就已经开了一枪 然后他们就是这个 说这个是爱家三公投 已经是这个平均700万以上同一票 那政府要落实公投结果 那就开始批判 我认为民间的团体我们要尊重 我们也不能够去约束 我们只能够就是说 协助去做好的对话来沟通 你的意思就是说政治人物就不一样 政治人物应该要有他的良知 有政治人物陪着开记者会 我们是希望 我们是比较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很理性的来进行这一个多月的讨论 因为这一个多月非常的关键 其实这一个多月它是一个检验 检验说我们能不能够经过这个挑战 台湾社会能不能去实践一种同理心 因为其实我觉得两边都蛮令人心疼的 一边是一种被歧视的痛苦 另外一边是恐惧的痛苦 其实两边的这个投入者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人民有一些 他是投入度很高的 他的情绪会很强烈的对这个议题 那有一些很可能他就比较是淡化的 但是对于大家投入度很高的两边来讲 疑虑的那个部分的恐惧 我们也认为说是人民的苦 然后被歧视的这样的苦 其实当我们能够穿透围墙去了解 同治他们的生命历程所受的苦以后 我们的心其实也会非常的柔软 当然这些都是理性的呼吁 所以我们实际评估好了 对你们的这个立法委员的选情的冲击 你们怎么样做最坏的打算呢 大家都绷紧神经 所以确实是令人紧张 最辛苦的地方还是高雄台南这些地方吗 可能个别的委员 个别的选区不在于 当然大致来讲北部可能会好一点 北部是台北新北 是 但是 互加盟在新北力量很大 所以这个部分当然我们没有 还还没有全部去得到所有的feedback 得到所有的回馈了 所以我很难 很难从我们公投的投票说不定法 真的是一个一个观察的 对一个观察的地图 上次他们在公投的宣传上面资金非常多 对不对 然后宣传的动能非常强 那如果这一次他他很生气 他发动说谁去投赞成票 我们就发动不要投票给他 那你们的立委就就麻烦了 民进党的每一个立委应该多多少少都有接收到压力 对我们的简讯我们的电话都有一些讯息回馈回来 就是对第二条 是 同性婚姻 对婚姻 大致上比较争议的是在这个部分 那将来会修正吗 我们执政党当然我们在群主里面都呼吁说支持愿版 那开放下去讨论了以后开放投票 目前我没办法预测说未来会怎样 但是大致上我们整个党在支持愿版的这个部分 我作为一个干部 我变成是有责任 那我知道那你要努力让这个通过 因为现在明讲是多数 那如果是要强行发挥党纪的话 那应该是可以过关 那你的了解是党内有立委 其实对这个案子对他们的选情选民的这个 很直接 很直接冲击 那国民党也是啊 是不是 是 但是国民党过去是站在反同的立场 对 那我不了解国民党在这一次他们会怎么操作 就连昨天王金平院长接受我访问的时候 他态度都很保留啊 他都没有表达他的立场 他没有反对啊 他不是反同 名称但是支持这个名称 那并没有表达反对 那昨天我从call in 节目上看 好像好几个国民党的委员 也在也在call in 节目上触及这个课题的时候 目前来讲我觉得都还蛮温和 大家都还蛮保留的 对不对 我想大家都有那种心疼 就是这件事情 确实社会撕裂的很很重大 然后这个课题又是重中之重 我目前有看到多数的各党的政治人物都有自我克制 好 这个反案的这个拟定的过程是从赖院长转给苏院长的吧 是 所以赖金的院长也有投入非常多 也投入非常的多 而且那时候赖院长也是一一的每一个每一个的 每一个每一个的都征询我们个别委员的预见 然后去统计一个委员意见的方向 好的 那至少比我们当时想象中的强烈的反弹呢 或者说社会的对立其实降低很多 对 我们很希望就是说用这样的氛围持续下去 然后去做很务实跟理性的讨论 其实有一个委员跟我进行社会对话 是有一个委员跟我说避免了同性婚姻 让教会其实是有面子了啦 那有这个婚姻关系的维护 让挺同团体又得到了理智 应该是这样吧 对不对 名称的部分目前将会是第一件事 OK 好 向新闻祝福您有个美好的一天